大家好 我們請蕭董事長 請蕭董事長 王委員好 董事長今天我們交通委員會就審查我們港務基金的這個預算 我想有一些不太了解的 來請教一下 這個 這個 台灣港務公司成立的目的 我想就是說活化管理跟營運 那也接續 過去就是我們 港務局的 多項建設計畫 那在這個問題是 這些專案建設計畫 都是由港務公司跟 航港基金各付一半的經費 那 這個經費相互流用 請問董事長這個 港務公司究竟是 就是代辦 還是主辦的一個 這樣子齁 一個性質 這些公共建設齁 屬於公共工程的部分 由航港基金 齁 那我們來代辦 航港基金 那屬於營運的部分 由我們自有資金來 來致運 對當然航港基金 也是你們在用嘛 就是說 港務公司在用嘛 那這個等於說 一體的那 這個 我像這些計畫中 什麼 港務公司還要支付 航港 這個 航港建設基金 潛力金 這個 因為我們必須要 抑注 航港基金 對 因為我們土地跟他租啊 對 因為我們土地跟他租啊 不是啊 這個 你這些經費 就是說 兩個因為有在留用嘛 不用你這個要弄清楚 這個 不是留用啊 那個都必須要 必須要合乎規定 然後整個 分配下來是多少 這樣子啊 我們要有計畫 但是你港務公司 本身也有出一半的錢啊 公務預算是這邊嗎 是不是 很多工程都是由我們自己付啊 只有公共工程的部分啊 公共設施啊 公共設施啊 對啦 公共設施 港務公司的建設 大部分都是公共設施 哪有什麼 我是不是請我們總經理說 總經理說 總經理說 包圍 在以往港務局的時代 有些 建設經費是 的確是 建設基金跟港務局各自分擔 各分擔一半 但是改公司之後 因為部裡面是希望公司能夠 還是回歸到營運的型態 所以我們目前大概是 如果這個 建設是具有自償性的 營運性質的 就完全由港務公司來編列 來執行 那如果是屬於公共基礎建設 比如說航道 回船子這一種的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由 航港建設基金來編列 那由港務公司來 委託港務公司來執行 他現在的區分是在這裡 對啦 你這樣講就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搞不清楚 董事長 你自己也要研究一下 那我們在講 就是說 現在自由貿易港區 跟亞太營運中心 我們就是 我們 這個我們 航港 這個發展的重點 尤其高雄 高雄港 台中港 吉隆港 台北港 我想這個這個這個 在在這一些 呃 我們 基礎建設 就剛才在提的基礎建設非常重要 這個為了配合這個自由港區的 跟亞太營運中心的建設 我想高雄港 現在還有其他的大港 我想都很多這個公共設施都要建設嘛 就在專案 這一些 這個這個 計畫 都是很龐大的一花就是 幾百百億幾十億的一個工程 那我想這個 我們是 是認為說 在過去 我們 這些人員 在港務局 改制港務公司之後 我想一些思維都應該改變 不像過去 因為 因為我們港務公司 我想 最主要還是 還是說 這個這個 我們 一些基礎建設 你要 配合這個未來的一個發展 要有宏觀眼見嘛 對不對 那現在 現在的這個 我們 我們這個 人員啊 我想就是 等於說 過去的港務局的人員 我們應該在 在這個 這個方面 人員素質方面 我想這個 過去以來 能有好壞 我想 董事長 董事長 還有我們總經理 大家都應該很了解 有一些 是不是有專業 夠專業 這個 對 未來 國際的競爭 我們要去 一些建設方面 應該有一些專業的 就是不能說 老師 以前 港務局的部分 我們用港務局 那時候是 像公務人員這樣的一個思維 你現在就是以 盈利我們這個公司 要怎麼來賺錢 賺更多的錢 對不對 我們這個 是不是在 在這一方面 基礎建設 計畫方面 我們怎麼去 改變我們的思維 這個 董事長有沒有什麼 看法 謝謝委員指導 那麼 我們 一般來講 我們對 NN工當然 有 公務人員的保障 但是 事實上 我們成立公司之後 我們也 有新進了一批人員 那麼 等於 這批人員當然 我們 他的基礎 基礎都很不錯 那我相信 這批人員來 對 包括對一些 NN工的話 都會有很大 機率作用 對啦 我們公司是講品質 跟效力 非常重要 所以我是說 在品質 效力 這個 為工作重點 我們專業設計 專業設計 專業施工 這個 都應該 重新一個思考 公司的 我們 總之不要再像過去說 公務員員的心態 怕事啦 還是 這個 保守 怕事 什麼都不敢做 那你怎麼會 將來的基礎建設的品質 各方面 這個我們實在是堪憂 所以董事長 在這方面 我們希望說 這個 在專業度不足的方面 能夠再加強 好 謝謝 讓我們公司的 這個 這個 往新的一個 思維 來 才能跟 國際競爭嘛 對不對 我想我們全體同仁 都會努力 因為現在 我們是 如果能夠加強 專業團隊 跟這個 專業的訓練 培訓 這個非常重要 你因為沒有專業 只有講的都跟 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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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公務員員的心態 反正能夠做出去就好了 你看 我們海事工程啊 當然是比較 都跟路上的設施不一樣啊 所以很多 你要去 有新的觀念去接受 新的挑戰啊 對不對 這個所以我說 建立專業團隊 在我們 港務公司 改制港務公司之後 專業團隊 跟這個 專業的培訓非常重要 這一點 我們希望 港務公司在這方面 能夠加強 好 謝謝 謝謝董事長 我要再請教你 那個 那個 上個禮拜二 上個禮拜二 高雄文公司 我們 我們 這個 這個 油房總經理啊 代表跟那個 大陸聯運港 簽了一個 簽訂這個 合作意向書 這個內容怎麼樣 能不能說明一下 我想謝謝委員指教 因為 聯運港跟我們 在今年啊 今年整個貨運量都在成長 尤其轉運的量 轉運的量成長得非常的快 所以我們 而且聯運港 在大陸也是一個 一個 澳縣港口非常 非常前 這個 這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澳縣港口 所以基於這樣的一個緣故 所以我們跟他們在 將來我們希望在貨運量方面 以及在轉運的方面 還有其他的 資訊平台方面 能夠有進一步的一個 合作 這是我們的一個 一個 雙方面的一個 意向 對 那我要請教 那個房總經理 這個 這個 我們港務公司已經 企業化 注重的就是說企業引以嘛 那我們 我們在這個意向書裡面 我們看只是說轉運轉運 你這個如果說能夠促進我們引以 這個 對合作才有意義嘛 那你這個你看 我們跟他 這個 這個合作 有 我剛剛有報告 就是 事實上 我們跟聯運港 在今年的轉運量 成長35% 成長的 弧度也蠻大的 是 所以 因為他在 接近華北的地區啊 那事實上 我們跟他 這個 合作的機會還是 將來 未來還是會有 對啦 但是龍海鐵路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原先是 貨運量也蠻大的 對 那我是說在 在實質的 這個就是 我們就是要賺錢而已嘛 那另外一點是牽涉到就是說 我們 跟大陸的這些港口啊 你就 說聯運港 這個為例 那其他 這個合作的情況怎麼樣 其他的港口 除了廣大上青天 這些一級港口以外 澳縣的港口 比如說 廣州大連 青島 那是一級 天津 那一級 上海沒有提到 對上海一樣 廣大上 上海 上青天 對啊 那這幾其他一線港口 我是講說 現在台灣 這可能就是說 我們的意思是 很多人在講說 對等嘛 對不對 它是二線港口 我們高雄港 是台灣最大的港口 對不對 你這個跟他們這個 只有加強跟二線港口的一個聯繫 在衛接上我們是覺得說比較不 不 應該要更宏觀 上海這一方面 我們到底接觸 對上海其實都 上海一直都有在 在聯繫 那這次港部座談的話 上海的副總裁 還特地到我們 這個台灣的港口來 這個 我們跟上海之間 就一直 一直都有一個 一個聯繫 上海廣州 廣州一樣 廣州 深圳還有鹽田的港口 這些大的啦 大的港口 你不要老是 跟那個只有二線港口 那個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就是覺得說 台灣高雄港 是一個很大的港口 對啊 我們是希望當 大陸二線港口的龍頭 就是說 希望他們二線港口 能夠把所有 都在這邊轉 因為 它那一線港口 它本身都做進出口了嘛 那我們是用 當它二線港口龍頭 把它的轉口櫃 可以全部拿來台灣 來這邊轉 那如果當然是多一點 二線港口來 都從這邊轉運 當然我們量就大 對對對 就可以 所以我們的企圖 是當龍頭啦 那當然有這個企圖 其實很好 我希望說 那除了說轉運之外 那一天我部長的時候 我們也講說 營運中心 你這個 在港區這一方面 其他有沒有什麼 未來一個 一個比較宏觀的一個 計畫 開拓 比如說加工方面 事實上 剛剛委員也講 我們在 整個在 在著重 在這個 自由貿易港區 就是在 簡易加工 那未來呢 我們在南新計畫的土地 還會在做 因為環品已經通過 還會 除了簡易加工以外 深層的加工 這部分 就產業製造的方面 對啦 高雄港市 我們要從政往日的雄鋒啦 不要說一直倒退 倒退 改公司之後 我們要強調 這個效力 還有這個 這個引誼 我想董事長 這邊也要 我們希望給人家耳目一心 不要說改制 快一年了 我們這個公司 一定要給人家一個 真的有很大的 一個發展空間 這個我們實質的效益 給大家看 這樣人家才會說 改制公司 不然跟過去 這個公務人員的心態 有什麼異樣 對不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委員